是 太可爱了 沈总好帅啊 沈总好帅啊 沈总 我为什么有个好帅啊 这个都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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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个都不闻 你好啊 爷爷 神经宏洞市长 还是没有吗 不在啊 苏总的家呢 只有车停在那儿 不管了 先在公司找找吧 崔主理 崔主理 今天有看见沈副总吗 沈副总啊 对 沈副总今天那个帅 跟那个时装杂质模特似的 特别酷 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舍不过打哈去 沈副总 有要紧的事情我们先出去一下 沈副总 酒会晚上才开始呢 这么早就换好衣服了啊 还去做了一个发型 沈副总你真叽叽 沈副总 别碰我 好好好 不碰你 我们 我们先出去一下 我们先出去一下 你们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呀你 你到底要干吗 好 我跟你说 别碰我 还挺傲娇的呀 就碰你了 就碰你了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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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这是公司 对不起 对不起 他 他实在是 他开不电话 没听他说什么 这里是公司 我 现在就是副总经理 所以 我现在要去开会了 算了 现在不让他去也完了 不行 必须阻止他 不然他会毁了沈云震的一切呢 今天所有员工都见到他本人了 如果沈总不参加这个会 那肯定不行了 可是 没有 可是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只有我们两个解决 喂 好的 白秘书 现在四人偶像男团 Magic4组合的唱片销量 已经在各大网络排行榜上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另外 在Magic4这个组合 众多产品的代言当中 我们主要选出了这一款 运你仿的男士面膜 它本身的气质 与Magic4本身特别相符 主打运没有放弃的 这个核心概念 好 创片部在下周前 把亚洲医院清减的资料准备好 下面是营销部 沈副总 陈副总 陈副总 该你了 还给我 干吗呢 马赛克 马赛克找到了吗 马赛克 走吧 你要看什么善而不疑的片子 我们 已经拿下了马赛克的版权 这份合约是马赛克本人签约的 怎么样 有了成果 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好 辛苦了 马赛克的项目 以后由原负责人徐毅跟进 真够无耻的 我们在前方辛辛苦苦 某些人 在后方不劳而获 沈副总 你把公司会议当什么了 开玩笑 也要分时间跟场合 开玩笑和骂人都分不清 我看 你的智商 也只有高位数 你 有什么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当着这么多职员的面 如此露骨地针对着发 你不觉得自己要不过犯呢 就这么定了 以后马赛克的项目由徐毅负责 那个 沈总 又怎么了 马赛克签约的条件是 所有有关电影制作方面的事宜 必须由沈总全权负责 什么 他也要不然确实是这么说 他也不然确实做出的事 当时要一日子 屈显 人家 雷 人家 总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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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走 您别生气了 沈副总也是 他怎么是 他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平时看着跟小绵羊似的 今天彻底变大灰狼了 太帅了 你说人怎么能这么变化多端呢 也不是什么多重人格 滚 让你滚没听见是吧 咕咕咕 马上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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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完全无法让人理解 当众被人这么侮辱 还能忍到现在 脑子有问题 这叫责任感 只有习惯推卸责任的人 才会说出如此势不关己的话 你是在说我吗 你们两个真是绝配啊 不过很可惜 你的那位主人 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没有 把滚没办法 那快要脑子 带着我 快要脑子 把滚都不潑 穿过去 沈副总的母亲找她 白秘书去见她 你说她去见谁了 沈副总的母亲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两个见面 不清楚状况了 他们两个早就见过了 他在哪 我问你他们两个在哪 你看我新买的一个包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来 帮我试试感觉